哈喽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我们星山美学馆 今天是我们这个 袁维勇 再一次来到我们美学馆做这个摄影展 还记得上一个月 他在我们做的这个鲤鱼摄影展吗 如果你们有来参观的话 应该可以看得到他们的这个好多 关于鲤鱼的那个姿态 关于这个鲤鱼的这个那个游走的那种形态的作品 那么这一次他再次来到我们这里做这个摄影展 示范了一批加工合成的作品 所以今天来到这边我们现场的 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开幕嘉宾 由我们的崔杨先生 崔杨先生 另外一位为我们今天做这个鲤细合间 这个鲤鱼展的是我们罗伯摄影学会的会长 陈锦发先生 那么首先在这里我们先谈一谈 我们今天的圆月勇老师 圆月勇老师 其实我认识他应该有最少有 应该有十年吧 好久的一段时间 他玩摄影其实应该会比我早 他本身也是摄影这一块的工作上 他拍了好多 好像跟苏丹 时常有接触吧对不对 好的 那么我们在这边先来崔杨先生 给我们谈一谈 您对 袁维勇老师的一个印象 还是说你对今天刚才你在这里走走了 看一看 老师的作品 你有没有觉得有任何的 跟上一回的不一样 还是有什么感受 你跟我们谈一谈 大家下午好啊 我是崔杨 特别高兴今天又到这个咱们 新山美学馆 然后来参与这个 袁维勇老师的这个叫做 李系合间摄影展 对因为就像刚才季老师说的 我一个月之前的时候 在上一次袁老师的这个 另一个影展的时候我也来过 我也作为这个开幕的嘉宾来参观了 当时呢我也简单的把我对这个 袁老师的一些作品的认识 以及我跟袁老师的一些交接触吧 也当时也简单的做了一些介绍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 我一直认为就是袁老师的作品在 就像刚才季老师讲的 因为袁老师他从事摄影行业 这个已经很多年了 他自己的拍摄包括也带了很多的学生 培与了很多的这个摄影的爱好者 来参与到这个摄影的这个 大家庭里面来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件特别 怎么说让人高兴的事情 然后本身今天的这个影展 我刚才因为提前过来呢 我也大概看了一下 跟之前跟上一个袁老师的影展呢 是略有区别 上一次的影展呢 主要是完全是以鲤鱼来作为这个拍摄的主体 画面呢基本上都是完全是围绕着这个鲤鱼来展开的 那这次的影展呢 这今天我们这一次呢 就是除了有鲤鱼之外 还增加了这个鲤鲤鱼和这个核糖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对 那么是通过 我刚才也大概跟袁老师也交流了一下 那么是通过这种后期PS啊 这种电这种合成的方式 然后来展现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 呃怎么讲 从一个角度就说明 袁老师除了本身拍摄技术的高超之外 其实在后期制作方面也是有很高的这个造诣的 对 因为从个人讲 因为我自己呢 其实也是喜欢摄影 但是原来呢 我是比较抵触这种后期的这种制作的这种方式的 我可能以前更喜欢的是这种就是原片直出这样的方式 但是随着现在一个是技术的整个技术科技水平的提高 还有大家审美观点的一种呃变化 我觉得其实慢慢的我也理解说这个当拍照的这一个整个的过程里面 除了前期的拍摄后期的这种呃制作后期的这种PS的处理 包括各种滤镜的使用其实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广大的我觉得对于广大的摄影爱好者来说 呃当我们的照片 我自己可能取个巧说就是当有的时候我们的照片拍摄的也许比较比较平淡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后期的这种呃PS或者是加工的手段 让这张照片变得生动起来 所以这个是我对整个这个摄影的在后期在中期后期的这个呃处理方面的一些个人的认识 和个人的一些呃观点的变化 那么今天特别有幸的能够来参观这个呃老师的这个呃 以这种PS的手段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影展我觉得也特别呃方便后面我可以跟原老师有更多在这方面的交流 是 谢谢各位观众各位嘉宾各位来宾 啊大家下午好啊啊啊谢谢陈会长 谢谢陈阳先生还有啊谢谢啊陈伟雄副会长 很高兴能够受到啊新张美学馆的邀请啊 我来啊做这个第二次的展览咯啊啊啊根据副会长提到说为何有这个概念来做这个 你里里西河间的展览咯因为我很喜欢看你所以啊看来游来游去觉得他们的姿态很漂亮啊 就他很漂亮然后啊而且我就想到如何将他更加完美的表达出来咯这些里这些荷花都是我本身拍摄的啦啊有些里在印尼拍有些在啊我们马来西亚本地拍 因此我就啊思考研究一下然后就尝试从我的这些荷花作品啊他的叶子那边啊这些荷叶啊选择一些出来可以搭配的我就刚讲到完美化咯这样这些他们由的姿态美态来完美我的作品啊成为一张啊艺术品啊啊就是这样嗯 嗯所以啊也是不是也是都是啊我们有灵感那时候我就制造作品啊啊就很快灵感灵感要来 所以通常我我你我都很多储备啊跟荷花都很多储备这些作品啊都有存住啦这样子啦啊所以希望大家喜欢我的作品啊就是这样啊嗯感恩谢谢大家 好的好的好的呃 呃呃尤也说呃呃也是我们RAWO摄影学会的会员 那么今天在场的哦另外的开幕呢也就是我们RAWO摄影学的会长啊 extent发先生嗯 据我们所知,或者是据摄影界所知,我们的陈警方会长在摄影界应该最少超过40年,在玩摄影,在从事摄影这个行业。 那么,当时,从飞灵年代,黑白年代,一直到今天的数码年代,中间,或者是中间前面那一段时间,洗照片都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工作。 那么,可能我们请会长来谈一下,以前如果要做一张合成的作品,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怎样的一个难度? 还是说,会长有没有怎样的一个看法,对这样的一个合成的作品?会长来跟我们提一提。 在座,各位,下午好。 OK,我再一次先公主,对,袁维依勇先生,这一次的,呃,李戏,和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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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监,和监,和监,和监的作品。 那么,在谈起早期冲洗,或者是,呃,在冲印方面,其实,不这么简单。 哦,你必须要有,呃,呃,暗房的技术,哦,剪贴,而且还要修饰,才可以放大,或者是,呃,宿小。 嗯,因为,早期是叫做暗房,所以周在暗房,因为我们的巷子不能够见到光,见到光,就曝光就完了。 那么,现在呢,就是因为,呃,叫做光房了咯,啊,就比较容易处理。 当然,当时,假设要处理这样一张作品,啊,并不是这么容易,也要经过好多次的失败, 可能,还勉强会有一张作品出来。 因为,呃,第一,我们在暗房摸索的时候,看不到,出来的东西,我们才知道错在哪里,又重新再做。 重新再做,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位置在哪里,又要贴在哪里,还有,曝光的时间,当然冲洗的时间是一定,只是曝光的时间, 假设你多张底片的话,哦,它需要放大数小,就要有一段的,呃,计算好,哦,才可以。 而且,这一张相纸曝光好了,又要放回另外一处,比起很小心。 假设是你颠倒来放,它影子又,又不配大料了,变成颠倒。 所以,各方面你都要有一个,我们叫做marking,就是你自己要懂的,那一个方面要很顺细,所以才可以剪贴。 当然,那时候的曝光层次,你可以很多次的曝光,但是你必须要注意,已经曝光过了,你可以再曝光。 但是,你重复的时候,它就会有,叫做,继续曝光的话,它会比较浓。 所以你的曝光时间,都要拿捏得很好。所以这方面就,不像现在我们的官方,要深,要浅,要暗,要左,要右,都可以。 以前我们,一张底片之后,放发它的位置,好了,定型了。 你要试验,就是要放出你的时间多少。 然后,第二张再来的时候,又要算出你的时间多少。 总和起来,才可以一起,一起二层安。 那么,有时出来的时候,失败在哪里,又要重新再来。 所以,有时,叫做,叫做不容易的。 不像现在这么容易的,随便就可以,要深,要浅都可以。 那,暗房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自由了。 我是简单的和大家分享的一点点。 现在的经验,不是什么,只是一个经验谈罢了,谢谢。 是,是,那我想再问会长一个问题。 从以前过去做过了这个暗房里面的一些步骤, 对今天的数码的所谓的PS,合成会不会有很直接的帮助? 当然,当然有,当然有。 因为帮助的就是说,我们以前,你也是要从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 谁排在第一,谁排在最后。 这些都也是一个程序来的。 那么,我们在官房里面放,也是一样,也是要有程序的。 你不能够先放了里,以后再放叶子,并且你的overrap盖掉它。 你看不到你的东西。 啊,这个就是那个layer,我们CPS讲的layer,layer我在上面,就靠到下面那一层。 是同样的原理来的。 啊,同样的原理。 所以,你这方面呢,就是不能够颠倒程序。 那么我们彩色相片也好,黑白相片也好,都是这样的情形。 不过,早期,黑白就比较容易放,彩色就很少人放,比较难。 是,还要照顾颜色。 颜色,当然那就是你的颜色,还要配搭。 哦,那个就不这么容易。 黑白,它只是两个色,黑跟白。 当然有中间色。 其实中间色是最难拿,最难拿捏的。 那个灰色掉了。 我们叫做Grayton,就是灰色。 灰色掉。 那个你要配搭的好,那个是很难。 其实黑白,你看是很简单。 不过,难度就在那个灰色。 灰色的话,就算你现在时间算准。 你在中阴的时候,因为你的快慢也影响它。 还有温度也影响它。 所以它的深浅会变。 所以灰色,就是不这么容易的东西。 所以在暗房里面,除了看不是很清楚, 甚至彩色的时候看不到要摸索。 还要去想我们的时间,想颜色的控制。 还要去控制药水的强度的力量。 如果是太多张不成功, 可能出来那最后一张, 或者是第四、第五张的时候, 可能还是不行。 药水要重新换过。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经验。 以前在学洗放黑白照片的时候, 如果你成功失败太多次的话, 你后面的药水最好是换掉比较好。 不然会继续失败。 对对对。 好。 那么,不知道袁老师以前有自己洗过照片吗? 还是在暗房里面冲过几片? 我洗照片比较少。 有吗?你给我们谈。 我比较少啊。 这个都是我父亲他们洗。 我有写一些是passport照片啊。 早期有。 那边有学到一点功夫吗? 从许会啦。 不过其他暗房像会长的, 我就没有玩过。 因为那个年纪很小。 会长的,他们玩比较深层。 这样子。 比较早开始。 对,比较早开始。 是的。 就这样子咯。 比较简单的, 我是洗照片啊。 已经, 我们来显赢啦。 显赢。 显赢。 这样过来。 这样子。 就这样过来。 好的。 那么对于这一次你展览的, 这些有合成性质的照片。 你怎么样推动或是鼓励更多摄影人来欣赏这样的作品? 还是有没有特别的那种好感提供给大家知道, 怎么样让人家喜欢你的作品? 有吗? 我只是讲。 但是你要推广什么样的一个理念? 我就是说, 因为将它, 这个, 这个, 我的, 这个作品哦, 要完美化咯。 完美化。 完美化。 构图方面啊, 全部啊, 都是由我自己的思想嘛。 嗯。 因为你看好像都是比较, 比较顺的, 比较顺的, 姿态啊, 这些比较顺, 而且这, 这些作品之内, 这边我有用, 啊, 技术调它的, 比较有点油画式的画面。 OK。 它的细节会比较有点, 有点油画式这样, 它有变粗这样。 浪漫一点。 浪漫一点啊, 我就比较, 就是我只要, 想要的味道啦, 这些作品。 OK。 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说, 可能我们在, 直接第一手, 拍到的画面, 不是, 我们想象的画面, 也没有这么完美, 对吧, 可以这样讲吗? 啊,对, 有时, 有时它没有这么完美, 然后我们就, 就加一些, 一些元素进去。 这些元素也是, 全部我自己拍的啦。 OK。 然后, 就这样调出来。 在调方面也是要一些, 技术啦, 这样子。 那, 这些, 所谓的混合, 或者是把某些画面, 加在里域里面, 你有, 这些构思是从哪里来吗? 还是你凭空想象, 或者是通过某些画面, 哪一些, 呃, 那个, 展览中, 你拿到idea, 拿到一些灵感吗? 没有, 都是我自己的idea啦, 因为也很少看到, 这样的画面啦, 我, 都是我自己, 的, 想象出来, 想象出来的, 凭空想象出来的。 好, 所以每一张的, 都有一点不大, 一样的风格啦, 那都是不大同。 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张, 的画面? 有啊, 有啊, 可以给我们举例说明一下, 解释给我们的观众们, 让他也了解一下你的构思在哪里。 好的, 啊, 有, 有四张是同一set的啦, 啊, 比较笔色, 啊, 比如说像这张这样, 啊, 这个有四张,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咯, 啊, 这个黑影, 这个荷华是在巴厘岛的, 一个王宫里面的鱼丝拍摄的咯, 哦, 啊, 然后这个, 这个, 他的鱼也是在另外一个, 啊, 印尼的, 鱼里面拍的。 鱼来的, 那个是鱼的导鱼? 鱼, 鱼, 合华的导鱼来的, 在鱼子拍的。 好, 所以我就想来, 那个来配合一下, 啊, 然后他的深浅度也需要调过, 才会有一点, 这个, 深度感咯, 哦, 诶, 这个, 所以这个系列有四张? 啊, 对, 就是这张, 他有四张电镜一样颜色的啦, 好, 这种我比较喜欢, 嗯,嗯,嗯, 其他都是, 都是OK啦, 它是, 我们的口味不同啦, 我看到的是好像有, 有水墨的感觉, 再加上鲼鱼, 进去里面, 啊, 这个是我看到的感觉, 啊, 那个云啊, 其实是他的, 炒的导影来的, 嗯, 炒导影有风, 一点风哦, 他有一点摇, 所以他这样, 他有一点摇晃哦, 哦, 他就有那个萌萌的影像, 哈哈, 那萌萌的影像, 跟, 跟石的影像混合在一起, 可以让, 让人家思考哦, 这个什么东西啊, 有一点, 比较神秘这样哦, 嗯, 所以照你这么说, 完美的画面, 我们拍不到, 可以通过, 后期的加工, 把你想要的那个, 那个, 那个景象, 再重现, 再浮现出来, 啊, 对, 再重现出来, 啊, 好处, 哦, 因为今天我们都谈, 电脑加工, 哦, 很多时候, 呃, 比赛的作品, 不能用电脑加工, 就是, 怕, 失去, 他原本的真相, 可是我们在玩艺术作品的时候, 都个人喜欢的创作的时候, 呃, 电脑合成, 反而可以, 把自己想要的构思表现出来, 对, 可以这样讲吗? 我是认为一个艺术者, 需要, 都是需要有自己的构思的作品哦, 所以我就想到, 合成作品啊, 这种这个来, 来提升自己的, 啊, 这个, 啊, 作品的那个难度哦, 就是这样了, 嗯, 那, 我们崔杨先生, 有没有觉得, 这样的合成作品, 可以怎么推广它吗? 还是, 值不值得推崇这样的一种做法? 呃, 可以啊, 我觉得其实从, 目前, 就像我刚才说的, 其实摄影从, 几百年前, 然后大家用银板开始, 然后, 慢慢的走到今天, 然后大家开始用数码相机, 然后用电脑来做, 我觉得, 这个, 一方面是科技的进步, 推动了摄影的发展, 一方面也是, 大家这个审美观点, 审美的一种变化和发展, 所以我觉得, 呃, 为了这种, 就是满足大家的这种审美, 其实我们在这个, 呃, 摄影的处理的手段上面, 我觉得是可以丰富多彩一些的, 呃, 就像, 像, 其实我们最早, 就像刚才这个, 陈会长讲的, 在几十年以前, 像我小的时候, 我也跟着我的老师, 跟着我的家人, 然后我们也会去洗照片, 嗯, 然后在洗照片的时候, 也会做特别简单的一些处理, 比如说遮挡啊, 比如说做一些简单的, 在暗房里做一些处理, 但是当时确实是,呃, 局限于, 比如说环境的影响, 比如说手段的单一, 然后导致这个, 就是它不可能那么完美, 对, 对, 那么现在我觉得, 既然有了这样, 新, 现代的手段, 可以说让我们, 比如像袁老师这样的作品, 可以四张, 甚至也许现在还有更多的技术, 比如说可以用, 是, 有一些照片可以用一些堆建的技术, 可以把几十张, 几百张, 甚至上千张的照片, 把它叠加在一起, 然后形成一个更完美的作品,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很值得大家去尝试的, 是, 所以我们在不管是专业的人士也好, 还是摄影的爱好者也好, 我觉得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一些想法, 去做这些大胆的尝试, 只是说可能在一些参与比赛的时候, 就像刚才季老师讲的, 有一些比赛, 可能它是有明确的要求, 是不可以有过多的这种后期处理的, 那么在这时候, 可能我们就要尽量保证照片的这个原, 原始的这种真实性, 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要求, 我是很喜见大家把自己的照片, 再通过后期的方法处理的更完美, 没有问题的, 是, 所以我们知道摄影本来就是要把原貌记录下来, 相机是记录原貌, 当然, 我们要把它做成另外一种格调的话, 通过电脑的这些工具, 软件, 这些搭配, 把它做成另外一个画面的话, 其实是另外一个境界了, 当然都值得我们去尝试, 好的, 那么今天, 呃, 原老师好像有带了两幅作品, 来送给我们的开幕嘉宾, 我们拿来看一看, 好吗? 来, 我拿过来, 没关系, 都可以, 都可以, 来, 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有没有特别的用意, 有没有特别的, 在内容方面有没有不一样的, 有没有特别的讲究, 还是, 你这部有做过加工吗? 还是原图? 这个, 这个有加工? 有加工? 哦, 来, 这份就送给我们的陈锦发会长, 好, 来, 我们拍一张照片, 站起来, 这样你们用手机也给我们拍一张吗? 好, 这边, 好, 这边, 可以, 好, 好, 有另外一份, 另外一份要送, 另外一份要送给我们的, 那种好, 不要紧, 我们就先拍一张, 好, 来, 拍一张,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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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拿着一次, 这个, 然后拿着送给自己, 我们拍一张吧, 不要紧, 可以, 我上过来就会, 没有, 你站中间了, 就这样,可以,可以, 这样子, 我们拍一张, 不要紧, 站过来, 好, 好, 我这张是送给我的, 哈哈哈, 好, 来, 好, 哎, 那边还有一张, 来, 你看, 可以啊, 好的, 谢谢, 好, 那我们今天剪短的仪式, 应该就在这里告一段落, 哦, 呃, 展出的日期, 来, 我们可以看得到吗, 从,呃, 我们的十月, 好, 我们就可以看到, 十月八号, 到十月三十号, 在我们新商美学馆, 就是, SUTROMO, 底层, 绿园, 旁边的这个展厅, 所以, 欢迎大家, 哦, 有时间, 都可以转过来看看, 欣赏, 我们袁老师的这个鲤鱼的合成作品, 哦, 在场的观众, 我们就, 我现场, 哦, 所以我们的袁老师, 我们去, 导览吧, 好, 看看现场的, 我是, 是今天的主持人, 谢谢大家的观赏。 谢谢大家, 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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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